我们在当前形势下 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方式 支持国有大型银行 进一步增加核心业绩资本 这个不仅能够提升银行的稳健经营的能力 而且也可以发挥资本的杠杆撬动作用 增强信贷的投放能力 进一步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 为推动宏观经济持续回神向好 提振市场的信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这项工作已经启动 财政部已经会同有关金融管理监管部门 成立了跨部门的工作机制 目前我们也正在等待各家银行 提交补充资本的具体的方案 各项工作 相关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